新增一例 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在墨西哥工作染疫 那我們還是本土連續第39天 沒有本土的案例 他是30多歲的男性 那今年的1月下旬到墨西哥工作 那昨日返國 入境及送往檢疫所及醫院隔離 那我們現在總共到今天總共441人確診 407人接觸隔離 多重來看 我還是講就是說我們的社區是安全的 縱使今天有一位境外移入 因為跟我們國內是完全沒有接觸 所有的防疫的措施都不需要 再另外新增的作為 免洗餐具可以避免接觸 其實我們這種重複使用的 好好的清洗 其實是比免洗餐具可能來得更乾淨 我們要來呼籲我們的餐飲業者 那麼做好 我們環境的清潔跟消毒 那也要呼籲我們的 民眾朋友們 做好這個防疫最好的方法不是使用 免洗餐具 應該是在用餐之前用回照洗手 然後做好個人的衛生 我想這個才是防疫最好的一個 泡泡道後 不能吃得更快幫我們 我們完全買了如果你糊塗好了 那麼既然我們commerce如果找不asz晃 這麼個ưỡi檢 Allen今天發生的 turneditzer 被北萬星 飞? 我們在紫水達因為黑客人衛有因為